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江湖南的长江要完成的一件大事就是与洞庭湖相遇 在江湖交汇的地方江和湖留下深浅不一的痕迹 这样的相遇注定不会平凡 它意味着中国第二大淡水湖将与中国第一长河共同呼吸 风水器 洞庭湖吸纳长江过剩的水量 成为一片面积超过两千六百平方公里的水域 枯水器 它又向长江送出它的收藏 这么一来 不论上游的长江是丰满还是寿靴 洞庭湖都默默调节着它 努力保持它恰如其分的模样 因为大 洞庭湖理所当然成了一个地理的参照物 今天我们提及湖南湖北的湖 说的就是洞庭湖 好 好 话 seperti 哎 好 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夏天 洞庭湖上高达三米的芦苇荡 成了麋鹿们天然的遮阳伞 1998年 长江发生特大洪水 把湖南、湖北连成一片 湖北使手麋鹿保护区的三只麋鹿 在洪水中迷失方向 误打误撞来到了洞庭湖 洪水退去 麋鹿们发现这里水草丰盛 地域宽广 干脆留在了这里 成了洞庭湖的新主人 今天 生活在洞庭湖湿地的麋鹿 已经壮大到一百九十多只 冬季 熊鹿们脱去鹿角 好像还胖了不少 看来 麋鹿也有铁丘镖的习惯 其实 对于平均体重三百多斤的麋鹿来说 一个秋天 增重三十斤并不算多 但换上佳蓉的浅色冬毛 视觉上就大了一号 它们变成了洞庭湖 最喜庆的吉祥物 洞庭湖漫长的湖岸县 并没有为人们准备好天然的观景台 所以在湖畔 一座楼阁的出现 就成了非同寻常的存在 岳阳楼 建成于一千八百多年前 今天的人们 最早大多是从语文课本中的 岳阳楼记认识它 其实 这篇文章的作者范仲淹 从未来过岳阳 更未见过岳阳楼 岳阳楼记 是他参照好友寄来的一张画作 看图完成 从此 一座观湖小楼 借诗文 红遍大江南北 一份忧国忧民的天下胸怀 也随江湖远走 被人传唱至今 无论在地球的任何地方 这样的景观都叫张家界地貌 巧避 怪石 看不到底的深渊 构成了人们想象之外的世界 许多电影导演都在这里寻找外星球的取景地 几乎每一根石柱 从根部到顶部都与地面垂直九十度 水平平铺的岩层像落在一起的书本 马方越整齐 高度越高 几十米到上千米的落差 让这里的许多沟谷至今无人踏足 云海覆盖的地方 在大约三亿年前是真实的海洋 地壳剧烈的碰撞 让海底隆起 断裂 侵蚀 在水流与锋利的反复切割下 它像这样 成片 成林 成孤风 最后 消失不见 每年九月 天门山顶都会聚集全世界最会飞翔的人 垂直高度一千四百米 即使系上绳索也足够让人心跳超速 起跳 选手飞行最快时速达到每小时两百公里 借助风力 更快 更远 或者直击靶心 飞行完成 选手通过降落伞 平安落地 这或许是最危险的极限运动 即便这样全世界最盛大的比赛 参赛选手也屈指可数 比赛的 有时候绝对安全也需要弹量 三百米高空 建起一座四百三十米长的弹量测试器 反复擦拭 是为了让玻璃看起来并不存在 在这座大桥上行走 昂首挺胸 不一定是勇敢 低头看路 可能还需牵手而行 半空起跳 只会让旁边的人更加紧张 躺下合个影 炫耀一下 自己的胆量 姐妹同胖 摆好姿势 保持笑容 是不是真的害怕 只有自己知道 在湘西最具代表性的大峡谷上空 一座世界上最长的玻璃大桥刚刚落成 以前所未有的视角 释放出大峡谷的全景 这种震撕 再通过一百七十二米高的户外悬崖 只需六十八秒 视角就被抬升三百二十六米 上到峰顶 这是世界最高的户外电梯 百龙天梯 一万年天地的魅力被浓缩释放 其震撼发散出世界级的吸引力 使释放给外部的吸引 使这片被时间凝聚的土地置身其中 这方天地与其公养的生灵一起 又将开启怎样的命运 云层覆盖着的世界 旗下是跨越德康大峡谷的矮寨大桥 这是世界上横跨峡谷的悬锁岩桥之最 也是多山的湘西正在被巨大工程 贯穿大通的风景缩影 它连通的湘雨高速 使长沙和重庆的往返时长 从几天缩断为几个小时 十五年来 从北到南 长璋高速 少淮高速 长吉高速 张花高速 如同飞跃的长龙 灌入大山里的世界 湘西 大山深谷之地 正在被快速发展的人类工程改变 这是山林天地从未经历的变局 湘西需要智慧 来做更好的自己 沟洞河的下游 瀑布之上长出一片吊脚楼 因为参加一部电影的拍摄 芙蓉镇成了上世纪末中国家喻户晓的小镇 人们记住了它广为流传的义名 却忘了它原本的名字 八百多年前 湘西一位土王行传此地 发现这里背靠高山水路畅通 是一处天然良港 于是瀑布之上 他建起一座行宫 并在这里囤兵驻营 土王发现王村的历史 在今天成了故事 游客发现芙蓉镇的真相 在今天成了现实 沿着猛洞河往下 不远处 茂密的桥木林掩盖之下 藏着远古的海底迷宫 丛林中的红色岩壁 只是山体裸露出来的一块肌肤 事实上 木之所及的整片山林 乃至整个湘西 都曾处于海洋的深处 只不过 那是四亿多年前 现在 这座庞大的迷宫 被森林收藏 曾鸾跌杖的湘西大地 本没有中心地带 更无所谓边陲 这座小城扬名与世的最初原因 与一部小说 编程有关 凤凤凰古城 跟小说里描述的那座小城 有很多相似之处 因此 引来了大量探寻者的脚步 于是 凤凰古城渐渐热闹起来 在山地生活 临水而居是最好的选择 离水太近 人们就用木柱支起房屋 成了经典的吊教楼 将古色古香发展成特色旅游 当地人用双手打造了一个度假天堂 吸引着天南地北的旅行者 慕名而来 如今 凤凰早已是文明全国的旅游圣地 几十公里外 凤凰古城甚至有了自己同名的机场 这里的气氛与忙碌的都市相比 截然不同 凤凰古城 2008年 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在这个古老的村庄里 到处都弥漫着传统文化的气息 有谁会寄信到这个地方呢 很久以前 有一个人是用书信记录了凤凰古城的故事 他就是中国著名作家 沈从文 他出生在凤凰 自称为乡下人 他以在凤凰度过的时间和经历为基础 从事作品创作 虽然结婚之后移居北京 但是每天晚上都会在睡梦中 寻游故乡 沈从文一生 创作了许多关于故乡的作品 其中 编程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 占有特殊的地位 深受人们的喜爱 窗户前面 就是沈从文曾经使用过的书桌 书桌上 是他曾经用过的毛笔和艳态 看着这些 我们仿佛可以闻到阵阵墨香 少年时期的沈从文 比起学习 更喜欢在山上和江边玩耍 和朋友们一起逃学被发现 经常会跪在房间角落里受罚 后来的沈从文如是说 在房间里面受罚的时候 自己的想象力 仿佛被插上了翅膀一样 飞向着窗外 此时的沈从文 应该想着自己 如同那只小猫一样 被这家里人偷偷溜出去 也许 我们此刻就在沈从文的梦中 也未曾可知 这里讲的是关于沈从文所见到的 湘西的风景和他所经历的故事 大地是所有生命赖以生存的温床 眼前的世界无限宽广 好奇与探寻 被大自然洗刷的心神 还有通过与人相处来观察风物 心灵会思考那些老去的人 是否能享受到天伦之乐 为什么每当春天到来 就要离田耕地 湘西的天地 是一本自然的教科书 是一颗文心 能遇到的最好的老师 凤凰古城 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优美的景色 以及因此而来的便利交通 多少让人忘记了这里曾经的崎岖 但有种与崎岖相伴相生的味道 还是在这里固执地承洗了下来 在阳春雷的记忆中 有一种特别的味道 也是我们这里的传统 很多年代留下来的 特别它的锅巴是最好吃 很香 很香的 在大米和糯米中 放入腊肉和蔬菜一起炒 然后焖一段时间就完成了 阳春雷记忆中的味道 就是凤凤色饭 这是一种让人产生饱腹感的食物 初次品尝 多少会觉得油腻 曾经穿行山路 过五不时的需求 累积出的加工方法 也塑造了凤凤凰人今天的口感 阳春雷的记忆中 阳春雷的记忆中 还有一种特别的味道 就是炒酸肉 将鲜肉切成小块 蘸上米粉之后 夏天放置一周 冬天放置两周左右 肉在毯子里面发酵 之后肉就会有酸酸的味道 老话说 就像我们这个外面苗厨 不吃酸 三天不吃酸 走路打捞穿 就走路都走不平稳 炒酸肉的时候 要用香西特有的方法 就是放很辣的辣椒 一起炒 它那个口味呢 吃起来呢 带一点酸酸的 开胃 香 肉香 酸 第一口吃下去是酸 回味的是香 它是酸的 酸香酸香的 到这里自然就像端起酒杯了 香西有大自然创造的特有的味道 在婚礼 聚会等场合 有一道美食是必不可少的 香西的女孩子都想嫁给有这种美食的家庭 这种美食越多 说明家庭条件越好 在香西的农家或者饭店 很容易看见天花板上挂着这种美食 它就是熏烤的腊肉 上料 火候 时间控制 完全靠它二十多年的经验 经验在香西人眼里就是一种肌肉自觉 香西这个地方呢 它的一个是 它的气温 它的空气的石头 刚好有利于那个腊肉的腌制 自然发酵 腊肉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 以前没有冷藏保鲜技术 所以在肉上涂抹香料 把生肉做成腊肉 来保存肉类食品的传统就产生了 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这家远近闻名的腊肉作坊 仍旧保持着美道工序的纯手工制作 虽然这意味着时间的浪费 我们以前走上了 都是有做腊肉的这些配方 一般的我们都是用 以前的那些香腥药的中草药 再添加一些现在的那些花椒啊 辅助的部分 含一些白糖啊 这些东西 颜色的话 冰激气温来大概是十天左右 盐 山草和桂皮等材料 是制作腊肉的配料 做腊肉的时候 这些配料是必不可少的 在切好的猪肉上面 涂抹配料是为了消除腥味 涂抹好的猪肉要放在罐子里保管 在罐子里腌制一周到两周之后 挂在外面使其自然风干 像这样 让肉风干之后 再进行熏烤 熏肉的腌 也是决定腊肉味道的重要因素 产生的烟味 浓重又持久的木柴才最好 像我们用的一般的话 都是白纸树啊 葱树啊 茶子树啊 茶子壳啊 柑橘啊 柑橘皮啊 还有那个刀壳 在这里都是就可以熏烤烙味的 有些材料是不行的 腊肉一般在冬天到三月份的时候制作 这与火炉和灶台在烧火做饭的同时 还能供暖的传统有关 经过烈火和浓烟的洗礼后 肉里的蛋白质依然存留着 火会有一般的温度的话 大概就是 你不能就是 大部分你要靠近冷烟 开始的时候了 你要稍微温度高一些 是把它的水分做干 制作了一个月的初始腊肉 经过再次火烤 就能去掉表面的异物 这样它就成了上好的腊肉 它一边好腊肉就像浮火型一样的看起透明 你吃到嘴里那种有种脆脆的感觉 随着时间的流逝 腊肉的味道会更加香醇 这便是象征着香西的美食 用双手固执地坚守 才能保留下来的原汁原味 人们常用销香来泛制湖南 销是销水 香是香浆 三百五十四公里长的销水 曾经是湖南南部的交通要道 二十多米的深度 让它的表面看起来波澜不惊 直到顺水而下的人们来到香灵山附近 气氛才略显紧张 香灵山不大 船只要躲过它并不难 不过大水没过香灵山的时候 它就成了危险的暗礁 清末 人们在山上建起这间楼阁 加高了香灵山 不让大水没过它 从此 一间阁楼 一盏小灯 守护着往来的行船 绕过香灵山 销水离它的终点 就只剩下六公里了 在平岛 销水来到了终点 它只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将一路上收纳的众多水流一并托付 从这里开始 所有的水流将不念过往 它们未来的统一名字就是香江 湖南百分之六十的人口 就生活在它的流域里 香江向北 一路上接纳的支流并不算少 这些支流并非凭空而来 它们经有的大山深处 往往都是雨水丰足之地 比如韶山 韶山的降雨量并不算少 却比较集中地出现在夏季的四十天内 随后就是旱季 旱老交替的气候 并没能驱散这里的居民 适应它 人们还是找到了方法 并且长期定居下来 褶皱的山下 当地人把这样的山间平地叫做冲 这是韶山冲 毛泽东的少年时代 就是在这样的冲里度过的 据说这片长满荷花的池塘 就是他学会游泳的地方 从他就学与当地私塾开始 读书成为毛泽东一生的热爱 通过读书 他得以接触到人生中的重要老师和重要思想 1910年 17岁的毛泽东第一次离开了少山冲 1921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 年轻的毛泽东成为党的缔造者之一 在这之后 他带领中国人民 跨越了艰难险阻 彻底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 1949年 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 毛泽东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这是一条因湾区成名的河流 歌里说 刘阳河有九道湾 在中国人的语言中 九是很多的意思 所以 刘阳河远远不知九道湾 它至少有上百个湾道 新中国成立之后 刘阳河被人们传唱 用一条河赞美一个时代 用一首歌记住一位共和国的缔造者 280米高的崖壁上 一根绳索加一顶安全帽 就是攀登者们的全部装备 长达90分钟的攀登 最需要减少负重 所以带不带水成了关键 半途的崖壁之上 一间小卖部解决了这个问题 和山下一样 一瓶水只要两块钱 在一百米的高空 喝起来味道肯定不太一样 再来看看每日为小卖部进货的工作人员 过桥 爬山 垂直崖壁上负重攀登 绝对算得上超纸幅 这块土地上人们勤劳耕作 这片山野中人们用功读书 岳鲁山中这座建于北宋年间的小庭院 便收获了历代读书人的青睐 耕读文化在此长留不细 热闹的商业广场是中国每座城市的中心 但长沙的这片城市中心已经热闹了两千多年 今天人们怀旧的周期越来越短 五年十年城市就会变一副模样 在变化中的城市寻找三十年前的味道 是这条街的超级招牌 七层楼高的立体夜市里 布满了老街的旧招牌 门牌号 重大节假日 香江举子周投 盛大的烟花总是点亮城市的夜空 看烟花 香江边的杜甫江阁永远是人潮最汹涌的地方 香江流淌了百万年时光 一场烟火的表演只有二十分钟 他们在这个时空下一同灿烂 这一刻是长沙今天留给人们的印象 四月的湖南 落荫芳草燕争飞 踏青闪花正当时 长沙橘子周 地处碧波浩渺的千里香江之中 四面环水 西平明山越路 东至骨骼天心 绵延十里 是世界城市中最长内核绿洲 距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 相传在唐朝时盛产南菊 遂得名菊子周 独立寒秋 湘江北去菊子周投 毛泽东同志一九二五年 在这里挥豪而就 沁元春长沙 让菊子周飞升中外 美誉广传 十步之内必有芳草 又到一年清明时节 此时花开正红 对鲜烈的思念也正浓 菊子周投 看万山红遍 回首百年 犹如同学少年 恰是风华正茂 春风春拂百花开 湖南张家界城区 布传波桃花山庄 一万两千株桃花 正进入盛开期 上一朵桃花 争其斗艳 空中鸟看 岔子烟红的桃花 洒满山里 一弯碧水穿城而过 离水风光带 尽收眼底 一幅美不胜收的 生态画卷 仿若世外桃源 清明时节 春意满满 气温回升 位于湖南最南端的 郑州莽山 由于冷暖空气 在这里交汇 形成了逆温层 连日来 在海拔一千六百米的山顶 出现了壮丽的云海景观 朝阳下变换着色彩 总面积两万公顷的芒山 至今仍保存有 六千公顷的原始森林 白豆山 绘花山等 古老罗子植物 大量成群的分布 林社 芒山烙铁头等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出没于林间 芒山温和的气候 丰富的资源 让它成为 香月边界上 闪亮的绿色明珠 湖南郕州 飞天山高以岭 丹霞碧水 风光以泥 山水 泉 洞 寨 崖 崖 毯俱泉 漂亮的水洼点缀 红颜绿水 显寨其见 生态自然 美不胜收 江口珠峰 巨石崖盘利 寸土无不利 无意山不齐 明代旅行家徐霞克 在领略飞天山的 丹霞地貌之美后 暂不绝口 高以岭作为 飞天山景区的一部分 其红颜碧水相依 显债旗舰环绕的 自然景观 将丹霞之美 展现得淋漓尽致 石里玄绝壁 百里玉丹霞 在岳阳市平江县石牛寨国家地质公园 一座座白色山峰映衬在绿色的树林中 崖壁拔地而起 绵延石里 形成一道天然城墙 石牛寨山顶的玻璃栈道长300米 垂直落差180米 行走在桥面上 磕上千百座丹霞山组成的 万屯闹海奇观 水体壁律清澈通透 游人泛舟避水 观山色 听水声 一条银舌瀑布 自山间倾斜而下 为山野增添一丝良意 山地占据湖南一半以上的土地 大地上下起伏 为超过六千多种生物 提供着七居之所 南陵 是湖南南部的边界 平均海拔 只有一千米左右 冷空气 从西伯利亚远道而来 到了这里 已是强弩之末 再也无法翻越南陵 这么一来 南陵以南的中国大地上 再难以见到冰雪 中国分布广泛的 丹霞地貌当中 这是最光滑的一片 光滑的表皮 源自水流的反复打磨 亿万年的冲刷 在他们的表面 留下了不计其数的浅色痕迹 也让这片丹霞地貌 提早进入了晚年 大约每一万年 高一岭被消磨零点八米 它的消失 至少也是下一个百万年的事情 先人们对雨水 又爱又恨 他们既离不开水 又担心洪水泛滥 传说中 龙是掌管雨水的神兽 所以在这里 龙成为人们崇拜的图腾 正月十五前 人们用准备好的四万根箱 装饰出一条长达三十八点六米长的龙 静待夜晚的降临 烟花深空 所有的香被一起点召 火龙在夜色中现身 满城游走的香火龙 是人们祈求风调雨顺的传统 一千多年前 这样的民俗就已经开始 这是汝城人一年中最齐聚的时刻 这一天不能错过 与家人一起参加完这场舞龙的盛宴 才算真正的团圆 降下的雨水 原本不分好坏 坏在季节性失衡的降水量 调节是人们与东江湖相处的方式 东江湖是湖南东部的重要饮用水源 上世纪五十年代 人们在峡谷最狭窄的地方 建造这座一百五十七米的双渠拱坝 拦起坝上的八十一亿吨水 这种圆弧形的设计 瓦解了原本其中的巨大水压 让两岸的花岗岩山体共同分担 大坝底部的水顺着坝底的通道向下游流去 因为缺乏日照 这些水的温度很低 不想他们来到小东江 却投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 清晨 峡谷内逐渐升温的空气 远比冰凉的湖水来得热 当温差超过十摄氏度 河面就开始漂浮一层白雾 这样的情况一年中超过两百天 远道而来的观众已经聚集河岸 云雾就位 山与水的连妹演出即将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虎形山的植被 郁郁匆匆 铺陈出一片绿色的山林 不管树木有多密集 都无法阻挡那些 来自山坳里的热烈颜色 生活在这里的人 天生就懂得如何从大自然中脱颖而出 他们以彩线织帽 花色作衣 格外鲜艳的装扮 让他们得名 花窑 新郎要迎娶的新娘 住在大山的另一边 跨越山谷 穿过森林 新娘 新娘穿着亲手缝制的嫁衣 众人打起寓意幸福的红伞 送亲的队伍向山林出发 一根红线 一根红线穿过密林跨越高山 连接起山两边的姻缘 一大早 杨春花一家就忙碌起来 女儿要嫁人了 这些嫁衣 每一件都是杨春花亲手缝制的 他们将是女儿出嫁时唯一的嫁妆 每个花窑女性都是刺绣高手 刺绣在花窑又被称作挑花 所以花窑这个词本身就带有刺绣的含义 这是在花窑女性间代代相传的记忆 连同嫁衣一起 这门记忆也要传给女儿 在花窑 婚礼仪式在女方家举行 迎亲的队伍上门了 这群男人挑着彩礼 是婚礼的重要角色 他们都是媒人公 这是由男性担任的角色 媒人公上门 首先要祭拜祖先 红伞和公鸡要用在这里 挂好这些 寓意着充满希望的新开始 唢呐吹响 刀场的人们要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祝福 到了这个时候 嫁衣等来了自己的主人 新娘沈千妹 迎来人生中最美丽的时刻 女儿穿好嫁衣 妈妈才能进屋 似乎有很多话要讲 却又很匆忙 但沈千妹能听懂 我这套嫁衣是我妈妈准备的 然后这一套 其实我妈妈花了几年时间帮我绣着 她希望我出嫁的时候美美的 其实嫁衣对我有一个特别的意义 都是充满了我妈妈对我满满的爱 正式开餐时 所有人包括妈妈都要离开婚房 只能剩新郎和新娘 有两人来分享这一桌子的生活甜蜜 感苗的时候认识的 她远远地看了我一眼 然后就又走近了 然后她就对我唱歌了 就是这样认识的 后来回家了 她就请门人去我家做门 以后只要她对我好 我对她好以后生活平平淡淡的就行了 这个时候 外经的仪式会进入高潮 打泥吧 娘家人会从田里挖出西泥 用来涂抹梅人公 这个时候 梅人公泥巴越多 就意味着新郎新娘的生活会越新了 花摇送亲 是湘西最美的一道人文风景 伴娘们打着红纸伞 他们需要穿上各自结婚时曾穿过的嫁衣 这种习俗是为了给予祝福 传递给今天的新娘 让她走上新的人生之路 妈妈只能送到村口 做最后的道别 接下来的路 女儿要自己走了 沿途越来越多的人 自发地加入到送亲的队伍 像古老的梯田签 画出的一道美丽的红 红红红伞下 那一件件妈妈缝制的嫁衣 那由幸福的期盼 所散发的光彩 构画出这片体田的美丽 在湘西 人们遵循祖先的教诲 沿袭固有的生活方式 居住在湘西大山的土家人 他们长期辛勤劳动 用勇气和智慧创造生活 他们把土家仙辈们 鱼猎 农耕 及婚姻习俗状况 用舞蹈的方式记录下来 这支舞被叫做毛骨斯 它是中国最古老的舞蹈 被誉为中国舞蹈和戏剧的 活化石 老人叫彭南京 他是土家毛骨斯 国家级传承人 十三岁开始学跳毛骨斯 直到步入暮年 彭南京从来没有 尖端过毛骨斯表演 今晚他要再次登台演出 土家族没有文字 他们是通过歌舞来传递文明的 所以每一次表演毛骨斯 对彭南京他们来说 都有着非凡的意义 他们不是简单的跳舞 他们是肩负使命的传承者 银室是苗族文化的代表 被称作白色图腾 在苗族要想成为银匠 不仅需要精湛的技艺 还要具备高贵的品格 因为每一件银室的制作 都饱含着银匠 对美好生活的感悟 龙吉堂是一位苗族银匠 打造银室的手艺 传自他的爷爷 这一家世代都是银匠 按照传统 家族中新生命诞生 长辈要为其打造一套银室 这一套银室 会成为他们将来的彩礼或嫁妆 这是龙吉堂出生时 他爷爷给他准备的 娶媳妇的彩礼 爷爷的作品 龙吉堂的老伴 已经使用了整整六十年 接下来的日子 龙吉堂要完成这个任务 今天是赶集的日子 全家人一大早就忙碌着 龙吉堂要把平日打造的银室 拿到集市上贩卖 换到的钱 用来购买原银 为崇孙打造银室 打造一套结婚用的银采礼 需要的花费不费 但这样的负担 对于龙吉堂来说 却是甜蜜的 这里面有生活的意义 龙吉堂一家 在这个集市卖银室 已经有数十年了 对于苗族人来说 银室不仅仅是首饰 更象征着住院和幸福 孩子们与银室一起成长 结婚时也必须带上银室 像眼前的这位小伙子一样 年轻时的龙吉堂 也给老婆送过银室 在苗族 这是每个男性 都会做的事情 赶集结束了 每次赶集回家 龙吉堂都会为老婆 买一份包点 这是她最爱吃的小事 老婆陪她走过了六十个春秋 不求富贵显达 只求一直这样 有着朴实的幸福 几个月后 龙吉堂为崇孙子打造的银室 完成了 龙吉堂不善言语 所有对崇孙的关爱 都被她刻进银室的纹路里 感受苗族的银室 不用去触碰 也有隐隐约约的声音 这声音 有时就像春天少女们的笑声一样悦耳 有时 又像初夏准备结婚的新娘 娇羞的心声一样清凉 湘西人理解的生命 是美丽而鲜艳的 不仅需要洁白的银室 也需要多彩的刺绣和织紧 每一种色彩的融入 都包含着对美的理解 技巧与心境 完美地投入在 没有图纸的织布上 一根线配错 都意味着重来 这种最极致的色彩 是专用于女孩一生中 最美的时刻 小姐 真的有一次 专门的作散 相还 有时 不 不 专门 是 病人 嚣得 其实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岛上的每个家庭至少拥有一艘船 比一般城市里汽车的人均拥有量还高 地处江心 岛上一千一百多位居民 无论去往哪一侧的岸上 都要乘船渡过五百米的水路 岛上的生活什么也不缺 一家诊所 两家商店 甚至还有一所红屋顶的小学校 它只有四名学生 岛外的老师每周三次搭乘渡轮上到授课 这是一所开办了三十年的小学 我们的空中旅行 恰好见证了它最后一次的运动会 新年开始 他们会前往岸上的学校 继续读书 走向外面的世界 水孕育生命 人创造文明 眼下这片被水环抱的圆形区域 是早期城市的所在地 距今超过六千年 我们的先民挖出环形壕沟 聚土铸成 蓄上水 壕沟就成了护城河 护城河所能抵御的其实很有限 它曾经保护的一切都不可避免地成了遗迹 好在这些遗迹之中 人们居然找到了古稻田存在的证据 以下将人工栽培水稻的历史拉回六千年前 在湖南发现的远古水稻颗粒 更是将这个时间提前到一万四千年前 人选择水稻 水稻选择土地 今天 湖南超过七成的耕地都是水稻田 这里湿热的气候 对于水稻的繁育 是再好不过的条件 就连海拔一千两百米的山地之上 水稻也能蓬勃生长 自带一套优秀的灌溉系统 这里没有水塘 没有水库 从天而降的雨水会定期浇灌它 老天设计的灌溉时机 恰好对应了水稻的生长周期 所以这里的稻田不必精心照料 也能连年丰收 可以靠天吃饭是一种幸运 但人们的追求不止于此 借助现代生物技术 人们已经培育出十四万种水稻 这片不到半平方公里的试验田里就有五百八十多种 在这里 水稻的身高可以达到二点三米 亩产量突破一千两百公斤 稻米的颜色可以有七种以上 它的香味也可以被定制 稻米正在养活越来越多的世界人口 全球每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以稻米为师 中国的杂交水稻也被广泛引进到那些种植水稻的国家 从种子到粮食 水稻曾解决过中国人的温饱问题 今天 这一古老的物种正在湖南的土地上 改写它自己的记录 新的种子将会被全球的眼光挑选 然后去往世界各地需要它们的土壤 我们下期再见